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2021年11月1日 AC一甲连胜马不停蹄 周一凌晨一甲上演焦点站 AC米兰做客挑战罗马 上半场AC频频错失良机 萨拉坦18000默玉罚球破门打破僵局 拉菲尔利亚奥精彩进球被判无效 下半场萨拉坦18000默玉进球被判无效 随后造12码成功 法兰克基斯尔主罚命中扩大领先 迪奥薛南迪斯两黄变一红被罚下 史提芬艾莎拉维扳回一城 可惜于事无补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AC米兰克场2比伊利克罗马 好取一甲七连胜的同时 正是终结对手联赛主场不败金身 比赛开始仅5分钟 拉菲尔利亚奥回船 法兰克基斯尔进去外 低射稍稍偏出力柱 10分钟 戴维迪卡纳比亚船中 拉菲尔利亚澳门前包抄打高措施量机 17分钟 拉迪古鲁利秒船 萨拉坦18000默玉窄角度抽射打高 26分钟 红黑军团进去外获得罚球机会 萨拉坦18000默玉主法越过人直奔球门下角 AC米兰1比0罗马 37分钟 萨拉坦18000默玉胸部做球 灵机跑动的拉菲尔利亚奥潇洒挑过门降头锤入网 随后球正是一萨拉坦18000默玉越位在先 进球无效 45分钟 AC再次获得位置不错的罚球 迪奥 薛南迪斯直接选择都射圆角 可惜贝雷伯迪斯奥轻松没收 半场战罢 做客出战的AC米兰1比0暂时领先罗马 一边再战 50分钟 西蒙 卡基亚长船 萨拉坦18000默玉胸部卸球后 扫射圆角入网 随后球正是一月位在先进球无效 57分钟 萨拉坦18000默玉禁区贝罗扎 伊兵尼斯放倒 球正观看沃后判定12码 法兰克基斯尔操刀一蹴而就 AC米兰2比0罗马 67分钟 第2 薛南迪斯放倒罗伦速 伯利坚尼拿到第二张黄牌被罚下 88分钟 混乱之中基安路卡 文仙尼得球后一脚竞射 达泰鲁山奴门前就险 90分钟 罗马挑船球落入禁区 混乱之中使提分 艾莎拉维扫射破门得手 罗马一比二扳回一城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罗马主场一比二不敌 AC米兰 一甲主场不败今生宣告破灭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